缺姐帮助一个女网友来对付她那个比较不太正常的不属于正常这个状态里面的老公 这个缺姐呢经常帮着这个女网友来反击她老公 然后呢她老公呢就开始说缺姐了 这个说缺姐的那些招数啊无非都是国产屌子 日常攻击那个女权国内女权的那些下三滥的招数 那缺姐啊跟大家啊做个示范 你怎么样的反驳这些国产屌子来攻击你的这些啊这些套路 你得有自己强大的这种信念感 你得有强大的这种力量 你才能够反击这些国产屌子啊下三滥的下三路的这种招数 其实这种招数很不能 你完全都是啊吃别人吐出来的痰 这还有什么新鲜的招数吗 那缺姐都很奇怪啊 那缺姐就一再的说 哎你说的对对对对对对啊 这个承认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然后呢 所以呢 你还能想出什么新的招数呢 啊 你要是他妈在这个反处 那缺姐就嘲笑你 无能啊 你失败 这就是啊 大家就如果说你们要是走上啊 跟屌子对抗的这个女权之路 千万别像国内的女权那么软弱啊 那么心虚啊 生怕找到自己下三路的什么 或放大镜找到什么自己下三路的那这种污点啊 所谓的污点都是男权文化设置的 你你跳出男权文化的这个框架 你会发现 那简直就是可笑至极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杀伤力 除非你被男权文化给框泛住了 你给框 你给这个舒服住了 啊 只要你是被这个男权文化 你承认你接受男权文化的价值观 那你一定就是被他们给欺负的 你是吓得是惊慌失措啊 这个成为惊弓之鸟 可不及来要辨别辨白啊 要澄清自己 不用 缺姐教你们啊 怎样反击和反共 这个男的啊 他攻击缺姐 说生不出孩子 说缺姐这个丁克 这个假丁克 是丧失了生育能力的啊 这么一个假丁克 因为你生不出孩子 你才自称你啊 这个 你是什么丁克 你不是 你就他妈没有生育能力 说句实话 缺姐所认识的 就是那种 生不出孩子的 这种夫妻啊 都是会领养的 只要你有经济能力 甚至没有经济能力的 那些农村农兵们 都要领养 领养别人家的儿子 哎呦 把人家的儿子当成自己的 哎呦 这什么掌上明珠 啊 胎上皇一样的 像祖宗一样的逛起来 那缺姐可没那么见啊 缺姐根本就不想领养 不管男孩女孩都不想领养 只要你不想领养 你自己有经济能力 又不想领养的 那才是真的丁克 才代表你真的想明白了 亲子关系的这个 底层逻辑 然后这个逻辑里面有什么样的啊 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然后跟你 你又想明白了 亲子关系 对父母来说这种 能量的消耗啊 或者说利益的消耗 你想明白了 你就不会说 哎呦 我还要领养一个 生不出孩子 还要领养一个啊 你你只要是你领养的 你就是生不出孩子的 这缺姐可以肯定 这个屌子啊 攻击缺姐 生不出孩子 所以才丁克 是个假丁克 那代表了呢 他的意思就说什么呢 说缺姐这个女性啊 没有完全女性 必须被男性操大肚子的 人生使命 伟大使命 最重要的使命 这不就男权文化 父权文化 给女性安置的 处理个使命吗 那缺姐一再 在其他的视频说话啊 说缺姐的智齿 都没长出来 难道缺姐没有完成 什么人生使命吗 那就是每个人 几乎到了成年以后 都要长出智齿 那缺姐他就是不长出来 那就说缺姐 是一个不完整的女人吗 那缺姐觉得 自己完整的很 就跟缺姐啊 不想生孩子 那缺姐仍然觉得 自己完整死了 越来越完美了 同时呢 他可能是按出说的质疑啊 缺姐有什么性病啊 妇科病啊 这不就下三路的套路吗 是吧 就暗示呢 缺姐是一个被男人 操烂肚 操烂这个生殖系统的 所以丧失生殖功能的破鞋 公交车 缺姐就反击他 哎呦 老子还就是绝户 所以他要做好承受 被绝户毒蛇 喷他的心理准备 因为这个吊子啊 他已经建设我 领略了一点缺姐 飙脏话 骂大街的这种 嘴脏疼度 他干脉下风 他发现缺姐呢 根本就不在乎 你怎么想 说缺姐什么破鞋 公交车 生不出孩子 生不出气烂了 随便你怎么想 但是呢 缺姐呢 仍然继续能攻击你 所以说他这个招数啊 他就失灵了吗 对不对 第二 然后呢 这个吊子攻击缺姐啊 说你这么 就是 帮着这个女网友来整她 是因为你被 你从小到大 被男性伤害过 所以呢 你这个女性啊 你这个假女权啊 是仇男 艳男 那缺姐承认呢 缺姐从一出生 就开始被死爹压迫 被死爹用最节省的 这种各种成本 包括劳动成本 这样的养大的 然后一路上 被各路的男亲戚 男同学 男同事 侵占了自己的利益 这是个绝大多数啊 女性在男权世界 都会经历的 你说 或者说你没经历 说明你是个傻逼 你不敢承认 你就是被男性欺负的 欺辱的 欺压的 压迫的 这么一个弱势性别 说明你是个弱逼 你连承认自己啊 被男性欺压的这个事实 客观事实都不敢承认的 说明你是个弱逼 不敢面对现实的弱逼 然后呢 你也承认了男权的这种啊 弱肉强食 谁强就代表了正义 谁弱就代表了不正义 就就贱啊 你就就自我就见识了自己 自己就觉得自己贱了 你当然就怕男性 说你是受害者 把你贴上受害者的标签 你的这个攻击 就失去了力量 那说明你还是承认了 男权体系的这个价值观 对不对 那缺解不承认的不接受啊 所以说缺解常认自己是弱适性别 缺解就是被这么多的男性 所欺压所侵蚀自己的利益啊 那要怎么样 所以呢 包括攻击缺解的这个屌子 他心里很清楚 男性群体都是这样欺负 抱团欺负女性的 既然这是客观事实 那么女性厌恶男性就是 正当防卫 具备天然正义性 所以呢 他暗戳戳的暗示缺解 什么心里有病 仇视他一个无辜的 完美的 无缺的 伟大的男人 高贵的男人 就不正当 其实他就是什么呢 贼喊捉贼 颠倒黑白 烦咬一口 恶人先告状 他这个攻击策略啊 他就无效 他就自动的失效了 对不对 第三啊 他又开始 空口无凭的 空口白的说缺解 是什么 没文化 学历低 无非就是暗示缺解啊 这个骂大街的这个 泼妇姿态啊 就等于学历低 没文化 但是缺解 偏要反其道而行之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连缺解的父母 都曾经是学霸啊 而且呢 缺解是看不起 自己的父母呢 所以他们所代表的 这种高学历 在他们那个年代 高学历 而且还是学霸出身 名牌大学的学历出身 缺解没有太 当成什么 拿来作为自己身份高贵 必须做淑女的理由 只有什么人 特别喜欢装这种斯文逼呢 缺解跟你们讲啊 只有那种 祖祖辈辈都是文盲啊 学历非常低 然后呢 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呢 他一旦读一个破大学 靠着什么 扩招的年代 靠着时代的红利 读一个破大学 他才立马装起了斯文逼 哎呦 腰上一面 哎呦 我他妈 我是这个斯文人了 我不再是这种 低贱的 粗鄙的 大老粗家庭了 哎 他就要从自己啊 卑贱 他感到自卑啊 他卑贱 粗鄙的出身要告别 可是缺解一出身就在高学历的家庭里 缺解不会拿这个学历来装逼啊 因为呢 缺解是上来就有的这种家庭成分 我不会为此感到自卑的 就这你只有啊 对你自己的出身是感到深深的自卑的 你觉得你父母都是文王大老粗低学历 都是低贱的贱民 你才要装这个斯文逼 然后呢 可能你自己的学历不过硬 如果说你过硬的话 你不会拿学历来说事 你一定是有他妈的 就是这种靠着父母塞钱 你在国外读了个什么名牌大学 他妈你到国内考个名牌大学 把你的本科 国内的本科学历包上来 让你确定听 是什么样的野鸡大学 估计就是个二本 估计就是他妈一个二本 这种草鸡 草鸡这个没号的 这个草鸡没号的 这种野鸡大学 然后呢 你不敢报 然后你呢 在国外读了一个靠父母塞钱 在国外的名牌大学很好读 只要是你把这个外语关过了 你去申请就能够 毕不毕业那是两回事 是吧 和中国的刚好完全不是一回事 而且呢 这个发现啊 这个很多屌子喜欢 要归训这个女性 一定要什么斯文 你都收起了你的力尺和力爪来 你还拿什么攻击他们呢 他们就是要拔掉你的力尺 拔掉你的力爪 他们来攻击你 那这还叫什么战争呢 是吧 而且呢 他这么攻击缺减 就和归训缺减的这个女网友 一定要当淑女 女孩子不可以说脏话 就这种啊 原因他这种农村鸡吧 这种农鸡吧 农屌对自己出身的 卑贱出身 低贱出身 粗鄙出身的自卑感 那确贱没有啊 确贱一出身 父母就是大学生啊 就是确贱就是那个年代的 非常的牛逼的大学生啊 确贱是什么可自卑的呢 然后第四 他还诽谤 确贱的高校教师资格 正是假的 真他妈可笑 确贱犯得着说 跟一个网友聊天聊着聊着 突然就批出一个什么假证件 来干这一个根本就扒杆子划不着的 这么一个网友来装逼吗 什么样的网友犯得着 确贱费这么大精力呢 就是为了虚荣心的满足 那确贱得多自卑啊 是吧 你才为了虚荣心的满足 要花费这么大的精力 批个假证 你看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曾经当过 真的吗 可笑 然后呢 这个这个吊子 他又开始攻击缺解 什么心理变态 恶毒反社会人格 说起来说 缺解攻击缺解 反社会人格 他绝不是他第一个 这个而且呢 是缺解在这个少年时代 就被缺解的这种 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死爹 攻击过缺解 是什么呢 他是话是这样说的 但是他逻辑仍然是同样的逻辑 他说缺解呢 早出生20年 就是这个 要么呢 就是领着别人去打倒别人的 这个造反派 要么呢 就是被大家所打倒的 这个反革命 这不就是缺解 这个反社会人格吗 这个缺解的死爹 已经给缺解定性了 那缺解承认了 缺解说 对对对 缺解就变态 这无非啊 这个屌子他可以表明什么的 他是违辜的 他是清白的 他的行为是正确的 他没有犯错 然后他认为缺解是无端的攻击他 无端的要挑拨他们的 这个什么这个婚姻 让他们给他们使话 他那是一个完美无缺的 伪光中的好男人 他是所有的 他的父亲所有的责任 那具体他怎么样 他的婚姻里是没有 担起婚姻的责任和义务 那确实就不再想去说了 毕竟涉及到人家的隐私 是吧 所以呢 他所有的啊 这种下流恶毒 猥琐 阴暗的内心的这种 冒犯他人 侵占他人 欺辱他人的这种意识 和亏待 这个女王老的行为 都是正确 他就想这样的 这种自恋性人格 就是有这样的缺陷 他永远都是正确的 正当的 合理的 他会颠倒黑白 他会反咬一口 他所有的错误 都会反得过来 到你身上 他所有的 他把自己所有的缺点 错误 错误的行为 都来反咬一口 说这是你的错误 你的缺点 你攻击我 你就是不正义的 你就是不正当的 你就是不正确的 这就是啊 自恋性人格 他的认知的障碍 他永远不认为 他自己是有问题的 他认为 那是缺点 这个卑劣小人 在挑拨离架 可是事实 不是摆在这儿的吗 第六 他又诽谤缺姐 是什么 中华田园女权 他的意思呢 就是缺姐呢 不当女强奴 不给男人当驴拉木 缺姐就是田园女权 缺姐说 对对对 不管啥权呢 只要老娘有权 抽着小鞭子 让男人给缺姐拉木 那缺姐能当上寄生虫 不劳而获寄生虫 这就是权的 怎么不权呢 啥叫权呢 缺姐小孩 同时不仅说到 跟这个吊子 要反驳这些吊子 同时也要提醒一下 国内的女权 国内女权 生大自己 被套上什么 田园女权 一说田园女权 立马吓得 给你要偏心自己 他妈你就弱逼 你心里心虚 你对权的概念不清楚 这些女权 说句实话 缺姐敢说 包括这些吊子 都是学账 你中学都没有好好的 读下什么叫权 权的定义 权的概念是怎么定义的 权就是不需要 自己付出任何成本 但是呢 却可以驱使了别人 自动让利给你 这就叫权 所以说呢 这个缺姐啊 就想叫她这个学渣啊 包括她在内 还有一些国内的那些 软弱的弱逼女权 就自称女权 他妈就弱逼是吧 你就是被男权 所PUA的 然后自己呢 还没有这种强大的力量 和强大的认知 来反抗男权的 这种弱逼为女权 就是我确实记忆 你们这些学渣啊 你们都不配 读大学说就说 你们都是 捡闹的 你们都是 这种学渣 你们都滚回中学去啊 滚回中学去 重修你们的政治课 你们好好学学 权力的权 力量的力啊 不是力的力 这个权是怎么定义的 这个概念是怎么定义的 你们概念都不清楚 你们还来 搞女权啊 你们还来反女权 笑死了 田园中国所有的男权都是中华田园男权 有一个男权怕自己被扣了田园男权的帽子的吗 所有的男权都是账表啊 就是靠着基因 基因的偶然性啊 在男权社会里给这个吊子赋予了特殊的性别特权啊 他就可以平白无故 不劳而获 坐享其成的 吃女人为他拉抹的红利 这不叫权吗 这不叫男权吗 这不叫负权吗 他们有害怕自己说被扣上一个什么田园男权的帽子吗 他们不害怕 田园男权本身就男权 男权本身就是田园男权 所以说你为什么要怕 缺姐就是很奇怪啊 国内的这些弱逼女权 弱逼女王 说你们为什么要怕 就是什么吊子 你扣上田园女权的帽子呢 不怕 缺姐就是中华田园女权 但是缺姐过得爽 缺姐能够不劳而获 缺姐能够被男人所仰视 那羡慕 还有惧怕 包括这个吊子 他就怕缺姐 这个女王有跟着 他一提到缺姐 他就吓得只吐吐 包括还有其他的表层 只要跟缺姐对过话 对过线的 基本上都怕缺姐 因为缺姐力量强大 缺姐是什么呢 欲弱则弱 欲强则强 你强我更强 缺姐的力量 就是天生的 就抗击打能力 在缺姐那么一个生存恶劣残酷的 这么一个环境里 家庭环境 社会环境 还有时代的环境 能够生存下来的胜出者 那缺姐抗击打能力 就是最牛逼的 缺姐就没见过 比缺姐更牛逼的 抗击打能力的 说起实话 长这么大没见过 而且缺姐随着年龄的增长 是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强悍 越来越自信 以前不自信 是因为认知不到位 现在认知越来越到位 越来越成熟 所以说缺姐的这种 抗击打能力 就更加强大了 第七啊 缺姐就建议这个女网友 我说你要转告你老公 缺姐啊 从来没吹过自己是学霸 不仅跟这个女网友没吹过 缺姐在所有的视频里 都没吹过 缺姐一直说 自己的父母 的确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学霸 但是缺姐比自己的父母 就学习能力 天赋来说 还差得能那么一点意思 缺姐没吹过自己是学霸 但是呢 缺姐经过反复的鉴定 就这个 这个男的呀 这个屌子呀 他一直是跟人家 到处去吹 跟那些啊 就是说学历不是很过硬的人啊 去吹自己是学霸 其实缺姐经过鉴定 他就是个学长 他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 还是在社会上 他都是个学长 但是缺姐不会装学霸逼啊 是吧 他就是自卑 他知道自己内心可能 他怀疑自己啊 他对自己有深深的自我 怀疑和厌恶 他要对无知的 这种小白兔们啊 他要吹自己是学霸 他要给自己创造一个 虚伪的 虚假的自我 膨胀的自我 哎呀 他要喂养 要用虚假 要用别人的精神力量来喂养 他那个膨胀的虚假的自我 否则他活不下去 他本人 他自己 他的自我是个空格 是一个外强中干 徒有其表的这么一个空格 他内心自卑的一逼 又心虚的一逼 他必须要靠吹牛逼来活下去 第八 缺姐希望这个女王友在转告啊 这个他在内的所有的屌子们 缺姐的后妈死爹公共全都有严重的自恋型人格障碍 包括缺姐给这个男的这个屌子 也经过鉴定 缺姐不是心理医生啊 缺姐不是专业的 但是缺姐测学了一点 测学了一点就发现这个男的啊 这个屌子他是有非常严重的 但是是低段位的自恋型人格障碍 但是呢 因为缺姐有丰富的跟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傻逼 斗争的经验 所以说缺姐啊 就是专制他这种自恋型傻逼 专刻他就专门治他这种毛病 我缺姐就不信 治不了他这毛病 你把他的谎言他的吹牛逼一一戳破 因为缺姐认知到位啊 有常识啊 有知识基础啊 缺姐学历还比你牛逼啊 拿什么来跟缺姐装逼呢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屌子是很怕跟缺姐对话 缺姐一说 他直接跟缺姐对话 缺姐来来考考他 来审问他 来盘问他 给他盘问道 看他到底是罗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 他不敢 他心虚 他自卑 他们又没有强大的认知 又没有强大的自信 而且呢 他什么都是假的 说句实话 什么都是假的 那假的是最怕见到阳光的 见不得光的东西 他就怕跟人直接对象了 这就是 所以说缺姐就想说什么呢 这屌子攻击你们 不非就这几套嘛 是吧 成咬金三板斧 这有什么呀 你攻击下三度 说什么缺姐 有什么暗示缺姐 有什么性病腹科病 那缺姐就想说 他要敢直接什么 缺姐就敢说 他妈你把你脑袋 扎进缺姐的鼻里 给缺姐做个腹科检查 没有 没有做过腹科 没有把你的脑袋 扎进缺姐的鼻里 做腹科检查 你凭什么说缺姐有妇科病 有性病呢 这不是他妈诽谤造谣吗 他如果说缺姐有这病 那病 那缺姐建议他呀 亲自 亲口品尝一下缺姐拉的屎 因为过去啊 这个在古代有个这个典物 就是说这个太监啊 宠臣呢 要拍皇上的马屁 怎么拍呢 就是成皇上拉的屎 通过屎来辨别 这皇上得了啥病是吧 你不是想这个 给缺姐见病吗 什么 鉴定一下缺姐得了什么 性病 妇科病 啊 生成器烂掉了 所以生出孩子的这种毛病吗 哎 你快点吃缺姐拉的屎吧 缺姐能 不及不及 给你拉很多屎让你吃 你好好品尝 还有呢 还有一个啊 还有个下三路的方法 就是什么呢 攻击啊 女性的方法 就生骂 很多女性生骂自己 承认自己被男性所伤害 所骚扰 这一辈子都被男性 吃掉自己的权益 生骂自己被贴上一个 弱者 受害者的标签 不用怕 缺姐就是生在这样的家庭 啊 就是 也许家庭设置就给人缺姐 设置上的这样的标签 缺姐不怕 缺姐都能从 这样恶劣残酷的家境里 啊 能够胜出的胜出者 那你这套 这个套路呢 对缺姐有用吗 没用的啊 不信就来试试 放麻过来 尽管试试 还有什么 这种没文化呀 学历低呀 攻击你们啊 你们也不用怕 只要是 他自己对自己的出身 或者对自己的家庭的阶层 感到深深的自卑的 他都会用这个来攻击别人的 因为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家庭出身 是不满意的 是自卑的 缺姐就反其道而行之 缺姐不会装那些什么知识分子 家庭出身的那些 毕竟发现啊 有些所谓的家庭分子出身的那些孩子呀 都是社会 就是你是在社会 人际交往中的弱弊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装斯文 你装斯文 你的历史和历爪被拔去 你还怎么跟人去战斗呢 这个语言的暴力也是一种战斗的形式啊 你不管用什么 不管白猫还是黑猫 只要你能胜 就是一只好猫 你一定要赢 管你有什么手段呢 他用下三弹 你比他还下三弹 他发现你用下三弹 没用 对你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他就觉得 这个招数是失灵的 他不会再平凡用了 没有效 他徒劳无功 对不对 还有呢 就攻击你们的心态啊 就说你们仇男 厌男 好像男 是代表了天然正义合理 那女权告诉你们 只要你是一个合格的女权 告诉你们 男一出生就是不正义的 就是不合理的 他就是侵占女性权益的 他在这个男权世界里 哪怕他没有自己直接的 侵占女性的权益 但是他吃到了 男性群体几千年来 打烊女性的红利 性别红利 天生他就具有了原罪 你知道吧 只要屌子一出生 在这个男权世界里 他就带有了原罪 他怎么能代表了正义 来攻击出你 厌男仇男 是不合理 不正确的呢 厌男仇男 就是任何一个女权 必须要走的这个道路 你不厌男 你不仇男 你就不配当女权 这就是缺姐给你们下的定例 你们不要怕 不要心虚 很多的这个女孩子 自己心虚的要命 还敢自己给自己贴个 什么女权标签 哎呦 缺姐看你这些弱逼啊 你赶紧回去啊 做男人胯下的西疗女吧 就不要什么假女权了 这些女权啊 经常骂 她们的这个攻击的这个苗头 全部瞄准了女性群体 天天是搞女性群体的内斗 分化呀 给这个女权 给什么家庭主妇贴什么标签 给什么这个 你婚女贴上什么标签 给什么这个 就是各种各样的标签 她们的 而且呢 就是动不动 就是人家有恋爱的烦恼 或两性关系的烦恼 她不给 不会这种女权 不会给这些 处于这种认知阶段 摸索阶段的这些女性们 女性同伙们 同性们啊 提供什么有效的建议和善意 她们就 就来一句冷冰的 真正祝福所死 这个他妈你叫女权 你就是以攻击女性取乐 来找到存在感的 弱逼 贱逼 坏逼 你根本就不配叫女权 只有缺点这样的 强大的 温暖的 善意的人 才配 撑得上挺全 坏捏得上 自己 bed的 好 找我 O 好